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屆12強日本代表隊中,正從智力最深也是最年長的 他是兩屆經典賽國手和上一屆12強主戰的三壘手 熱男松田宣浩 松田不但多是以穩定的打擊和優衣的手臂入選日本國家代表隊 在職業賽場上人氣也是一等一的 讓我們來看看他的魅力所在吧 松田宣浩 日文名 1983年赫茲縣草金市出生 綽號 Machi 不是現在大家所熟知的Azio,這部分會在後面說明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球員,守備位置是三壘 曾經拿下過8次三壘金手套獎和一次的最佳9人 截至目前為止,生涯打擊率2成70 1638隻安打,還有274隻全壘打 OPS0.799 蹲下1352次的三陣 要講到松田宣浩的棒球生涯 就要說到他的雙胞胎哥哥,松田教明 作為雙胞胎的松田兄弟 因為父親學生時曾經參加過甲子園的關係 從小而如木蘭 自小學二年級開始,就兩個人一起接觸軟式棒球 隨後兩個人的棒球天賦都有很好的發揮 上了高中後一起進到了中金上校就讀 哥哥成為了球隊的主戰投手 而松田宣浩成為了隊上的主力遊擊手 作為雙胞胎兄弟又能同時成為球隊的主力 在地方上有著不小的名氣 松田宣浩的打擊從高中時就有著很好的實力 高中三年的正式比賽中,共擊出了61發全壘打 而哥哥松田教明則是當時被稱為超越天才的天才投手 他們曾在高二時一起打進甲子園大會 但在甲子園的首戰對上那八高校的時候 松田宣浩一次關鍵的守備失誤讓球隊多掉了一分 最終中金高校就以1比2落敗 只能留下悔恨的淚水 也就是這個契機讓松田未來的棒球路上更專注他的守備 高中畢業後,兩兄弟選擇不同的道路發展 哥哥選擇加入社會人球隊的Toyota自動車野球部 而松田宣浩則是選擇進入亞西亞大學就讀 這是兩兄弟第一次在棒球路上分屬不同的隊伍 但兩人都以職棒為目標也相約好了要一起進到職棒 進到亞西亞大學後,松田宣浩受到教練的指示改守三壘 但依舊擔任隊上的四棒成為主力選手 也曾經入選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的日本代表隊 大學時代原本有望打破井口之人在聯賽的全壘打紀錄 但因為豬隊友的電車失漢事件被逮捕 整隊被禁賽半年而無緣破紀錄 還好這都不影響職棒球團對松田宣浩的評價 早就成為職棒各球團鎖定的對象 2005年畢業後以逆指名制度加盟軟體銀行應對 簽約近1億日元年薪1500萬 等一下,和哥哥說好的一起進職棒呢? 原本有希望成為日職第一組職棒雙胞胎的兄弟黨 哥哥卻因為阿基里事件的喪事不得不結束棒球生涯 其實在當時哥哥的天分都被認為是高過松田宣浩的 松田在受訪的時候也曾經說到 自己在棒球路上總是一直很努力的追趕哥哥 當時和哥哥一起在Toyota球隊的金子千尋 也對他的實力很有印象 無奈不敵運動員的最強敵人黯然隱退 這邊補充一下 Toyota自動車野球部也培育出許多職棒選手 著名的包括有平時陽界、金子千尋、幾件一起、原田壯亮等等 都是Toyota球隊出來的 而亞西亞大學棒球隊更是出了名的職棒選手搖籃 掛掛前統一師的總教練大喬攘 前兄弟向羊頭而養附鐵 高金陳武、錦端紅河、還有山崎康晃等等 都是亞西亞大學畢業的校友 另外2005年選秀 當時羊帶綱以第一指名加入火腿隊 童年選秀還有平野嘉壽、三口俊等人 2006年初 阮影為了迎接松田薛號的加入 不惜賠錢切割去年還打出27轟的洋將Tony Batista 你可能不知道Tony Batista是誰 但你也許會有看過這畫面 這位老兄就是Tony Tony Batista 松田加入職棒的第一年 就直接在開幕戰以先發三壘手的身份出賽 可惜沒有一名精人 打了半個球技之後在6月被下放二軍 留下兩層一一的打擊率和43隻安打 三發全壘打的成績 林靜靈球技因為傳奇球星小九寶預計回歸軟銀的關係 三壘的位置還是留給了小九寶 而松田則是從二軍出發 松田在二軍攪出打擊率3x77和9發全壘打的好成績 讓球隊不得不把松田叫上一軍 而逐漸適應指棒環境的松田也打出了不錯的成績 球技後半才上一軍就打出7發全壘打 並且有著2x54的打擊率和4x51的長打率 這樣的好成績讓他在2008年球技獲得穩定的出賽機會 總計幾乎全情出賽打擊率明顯提升至2x79 並且打出17發的全壘打 因為去年的好表現到了2009年球季 開幕戰松田就已先發三壘手出賽並且擔任第三棒 可惜在二局下打了一隻安打後 因為被牽制鋪回一壘的時候不慎傷到右手苦澤 隨後被下放二軍休養一直到6月才歸隊 俗話說的好人如果再衰後喝水都會卡牙縫 好不容易歸隊一個月後卻又因為觸身球被砸到苦澤 再度休息兩個月 最終這年只出賽了46場比賽 隨後2010年和2011年都是球隊的主力三壘手 成績也都維持得很好 2011年球季聖雅首度全情出賽 打距離2x82 25次全壘打歪在27次的倒壘 並且拿下個人第一座三壘金手套獎 這樣的好成績讓他在球隊打進總冠軍賽時 前兩戰被安排擔任第四棒 但可能是因為聖雅第一次打進總冠軍賽的關係 有些軟手 整個系列賽7場只打出4隻安打 2012年球季 雖然季中再度被觸身球砸到骨折 但95場出賽也攪出了個人生涯新高的三層打擊率 外帶9隻全壘打 並且入選了2013年的經典賽代表隊名單 與鳥谷進輪替正守三壘大關 7場出賽打出7隻安打、1隻全壘打和5分打點 但是也蹲下了全隊最多的6次三陣 回到職棒賽季後維持著很好的手感 與隊上內川勝一和長谷川永野 組成了強力的青雷打線 三個人整季打下了265分打點 從這年開始的軟硬打線 逐漸形成現在所看到的宇宙英打線的雛形 到了2014年賽季 再補盡了李大浩的軟硬打線整個大爆發 拿下聯盟優勝 松田當然也沒有錯過這場盛會 打出個人生涯最高的三層靈異打擊率 外帶18轟 還有0.846的OPS 雖然季中再度因為右手指骨折休息了一陣子 甚至不得已辭退明星賽 但在季後的高潮系列賽中 還是有著3x46打擊率的好表現 到了總冠軍賽前幾場有點繞賽 但在第四戰打出先持得點的安打 並且在第五戰八局下打出唯一的智勝分 是不可或缺的奪冠功成之一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覺得 松田怎麼好像很玻璃動不動就在骨折 不不不你錯了 從2015年球季開始 松田連續5年全勤出賽 並且在每年都打出20隻以上的全雷打 自2013年開始連續7年拿下三禮金手套 2011年起9度入選明星賽 在2015年打出生涯最多的35發全雷打 並入選那年的第一屆12強日本代表隊名單 回到球季後原本有意行使海外FA挑戰大聯盟 但軟銀球團推出會長王貞智遊說 加上端出了4年16億的大合約 經過一番思考後 松田決定繼續留在軟銀擔任看板球星 年年表現穩定的松田也在2017年入選今年再代表隊名單 松田進到職棒後一直很用心的在經營他的個人魅力 包括打擊和受訪時都會使出的招牌眨眼 還有像是揮空時會以右腳為軸心拿著球棒轉圈圈的動作 這看起來搞笑的動作對他本人其實是個很重要的動作呢 他在受訪的時候曾經說過 從揮空的轉圈圈可以看出他今天的狀況好不好 當他狀況不好的時候平衡也會不好 是轉不起來的呢 另外松田從學生時期一直到進職棒都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大學的時候甚至是學法 而且就算是休賽的季節每天早上也都是會準時到場練習 沒有停過任何一次 到了職棒場上更是在每次練習和每個play上都展現他的熱情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打擊不像一般人一樣握棒的時候會把兩隻手靠攏 而是像那武士道那樣子會稍微分開 松田表示這樣子能讓他更有效的完全擊中球星 加上松田的打擊擊球點非常前面 因為他自然不是砲管很大隻的打者 算是中長城類型的 若能有效的擊中球星都能飛得很紮實 他還幫自己的這個打法取了個前手槍打法的名字 但也因為擊球點很前面 有時候球更不進來就會吃下不少次的三陣 自2015年球季開始每年都在被三陣的排行榜前十名 再來是從2011年開始 賽後如果有機會登上英雄訪問台時 都會用自己的綽號Machi 在訪問結尾的時候號召全場的球迷跟他一起喊出 1 2 3 Machi 這甚至變成了他的姻緣口號 接著到2015年時 軟銀球隊那年的口號是阿茲歐 想要展現九州男兒的熱血魅力 當時身為選手會長的松田 當然常常把阿茲歐掛在嘴邊 在那年打出5隻拳雷打之後 慢慢把口號加入在他開轟之後的盡頭 而慢慢形成現在大家所熟知的開轟後的阿茲歐 在2017年的經典賽對上古巴的比賽中 打出3分拳雷打後 整個東彈的球迷跟著松田一起喊的阿茲歐真的是很經典了 東彈的內衡 通算2002セーブ 雖然在四強戰對上古巴的時候 一個關鍵的隱形失誤多掉了1分 使得日本隊最後就以1分差落敗,成為了戰犯 最後他也很懊悔的向全日本球迷道歉 縱觀松田的生涯成績 雖然沒有打出很驚人的超多安打或超多拳雷打 也沒有拿過任何打擊的個人獎項 但是他穩定的表現 在日本職棒也沒有多少人能和他並肩 雖說日子還是有著不少的拳情怪物 但在這個輪修當道的現代棒球環境 松田還能連續5年拳情而且維持好成績實在不容易 而且在即將被稱為老將的年紀 在這兩年都還是能打出超過30次的拳雷打 甚至在去年的時候入選陽年的最佳9人 整個職棒生涯都沒有明顯的低潮 而且他總能在關鍵的時候急速按打或拳雷打造就了不少經典場面 要一一介紹的話又太多講不完 讓我在製作影片的時候很難取捨 下週日本隊就要來台參加12強的預賽 如果有機會不妨到球場欣賞一下 這位極具個人特色的選手 看看這位熱血男兒究竟有什麼魅力 可以成為超人氣的球星 也許還能和他在場上一起大喊阿子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覺得不錯的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想認識更多球星的也請幫我按一下訂閱 如果我對他的個人逐年成績有興趣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說明 掰噗